就是说今天晚上拜猪拜完了以后 那你拜猪的一次就已经完成 其实只有完成一半而已 来拜猪的人 他今天晚上那个等一下 那个猪饭 猪饭他会过来 把猪再回去 但是他要留下那个猪头猪尾巴 猪头猪尾巴还有猪的内脏猪肝 他要留给我们拜猪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隔天我们的猪头猪尾巴猪肝 还要再煮熟了 煮熟 那然后再加上鸡还有鱼 还有其他另外一样海鲜类的也可以 那然后就是说凑成五样 就变成了五星 那一半白是拜三星 但是那明天有拜猪的 要准备五星 那然后今天晚上 说有拜猪的这些道具 煮鸡啊 米啊 蜜蜂啊 还有这些猪肉 还有咸鸡啊 咸鸡啊 还有咸鸡啊 咸鸡啊 咸鸡啊 还有那个白布 我们都还要再准备过来 就是说明天改换成拜熟的 猪 猪头猪尾巴猪肝煮熟了 猪肝煮熟了 那然后再加上鸡肉 还要另外一样找 随便找岩台鲜都可以 这样子叫做猫生 我们来叫 我们来跟阿里头拜一个 我们叫做平安慰 还愿慰 这样子你整个 那个拜猪的仪式才算是完成 所以不要说你今天晚上拜完猪了以后 你明天就没事了 那这样子你只完成一半而已 这样子是不可以的 到时候可能阿里姆会去提醒你 你只完成一半 那明年才要再来 所以今天晚上有拜猪的人 如果说是第一次的话 那就要特别的注意 请不要忘记哦 那刚刚也有人在问我说 为什么叫做阿里姆 其实呢我们的正确读音 我们叫做阿里姆 阿里姆是希拉雅话 就是祖先的意思 为什么会有一个母字呢 因为我们这边是母系社会 所以叫做阿里姆 但是其他的地方 我们家是叫阿里姆 只有我们这里叫阿里姆 其他的地方叫做阿里姆 有人叫做太重 但是只有我们家叫阿里姆 其实阿里姆都是同样的意思 都是祖先 我们都是来拜我们的主人 那也有人说 那是不是来拜了你们阿里姆 我不能再去信其他的宗调 即使阿里姆没有限制 你来拜阿里不拜了 你要去拜祖拜祖拜祖拜什么王爺 还是信你的基督教天主教都OK的 阿里姆他不会限制 那也有些人说 那你们我如果说有事情 那因为我不是你们这边的人 我可以来向阿里姆许宴 也是可以的 阿里姆他不会挑人 那他不会说 你不是我们吉倍耍的人 你就不能来许宴 其实阿里姆他是很照顾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 只要信他的人都可以 那还有喔 如果说明天有人要参观我们的那个 校海的祭典 是我们的海报上面是写两点 基本上是我们一点半就开始了 所以要参观我们的那个 校海祭典的朋友们 一点半就可以到我们这边 西南的方向那边的 空的农田上 今年我们是在农地上面 农田上面会集办我们的校海祭典 这边 这边 他們的祖先從家裡 丟老師過了 從那個 歸 歸崇溪那邊上岸 這個秦朝 秦朝 秦朝 萬庭淨水 萬庭淨水 還完成 開車 加入出口 歡迎出口 加入出口 接住 好 加油 快點 加油 谢谢大家